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手不管 爱咋地咋地 北京医院人满为患 药店空空如也 街上行人 行单引之 到底中国疫情真实情况如何 中国的老百姓又是如何看待现在疫情泛滥 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在他的推特上 转发了一位北京著名教授的私信 说的呀就是这个事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他说这两天北京正在经历一场 不是阳了就是在阳的路上的全民感染过程 我看有人哀叹 说这是什么至暗时刻 我不禁摇头 这才哪到哪啊 这才是感染的高峰 离重症高峰的到来还远着呢 根据国外的经验 重症高峰大约在传染高峰一个月内出现 看到张文宏医生的一个内部发言视频 他说应对疫情高峰 大家不必焦虑 这话啥意思呢 翻译过来就是说第一波高峰很快就来了 防是防不住的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 那就是现有医疗系统准备好了没有 不得不承认严防死守三年 其实这个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 国外通用的分级医疗这里没有落实 感染后居家隔离的食品配给和政府普遍 也没有相应的请假 后续复工的措施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重症病房还远远不够 更要命的是医护人员的缺缘 似乎完全没人考虑 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医护人员 大比例都扬了 他们现在不仅是缺少物资 缺乏分区消毒 更关键的是没有办法休息 人不是机器 普通人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四到六个小时或许还能坚持 可他们是穿着防护服的就会很疲惫 关键是这可能还不是一个上一天两天呢 当疫情袭来时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肯定是医院 最不能倒下的还是医院 也正如此出现医护人员感染 医疗资源挤兑等状况无法避免 有时候我对这个国家的官僚系统真的是无比的失望 这三年他们一直在追求政治正确 必要的准备并没有人去推进 疫情迎合走到今天这一步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 但是我们没法说 也不敢说 就像这次放开 问题就非常大 首先没有设置政策的缓冲区 哗啦一下大沙坝了 其次在冬季即将进入病毒的传播期 毒性较高的时期 里头狼开放 别人呢都选择在春夏开放 再次没有统一的策略 没有明确的步骤 没有必要的物资准备 没有政策的配合 说白了就是无序开放 第四 缺乏科学决策 某些人过于乐观 主管部门得拉平 首波橄榄曲线的意义 不仅没有对策 甚至没有认识 我这几天一直在观察北京和广州 我的朋友圈里的北京朋友 没有几个不扬的 很多人都在发烧 这跟广州有很大的不同 广州发烧的人就比较少 据说这跟毒株不同有关 几乎所有人都会痒 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但问题是年纪大 有基础病的人在感染以后 一定会有人发展成重症 我们医疗系统做好准备了吗 昨天看到广州专家会议说在准备 这令我很欣慰 可问题是其他地方不一定像广州这样有钱 有足够的医疗资源 他们怎么办 刚才我在朋友圈里有医生抱怨 医院领导还在讲政治 不让医生戴面罩 穿防护服 我真的特想骂人 一线医生够累了 还要被这些迫事折腾 这些官僚咋不去死啊 这不是把一线医生当耗财吗 至暗时刻 医务能源何时有过光明呢 是的 凭我对奥米克隆的理解 第一波高感染率后 后续的压力会很大 无论是香港还是日本 台湾的经验都在那里摆着 人家的体系很完善 我们这里呢 我们必须接受后续医疗系统 低效带来的问题 和一波波反复感染的冲击 我现在越发痛恨官僚 和极端的清零派们 为了凸显所谓体制优势 三阴风点鬼火 把国外科学防疫污蔑成躺平 不讲逻辑不讲证据 造谣声势散布恐惧 就喜欢搞阴谋论 结果让国家白白上市了三年的时间 经济算是完蛋了 人们的心理也崩溃了 政府的形象塌方了 到现在北京这样了 一个个特末 视而不见 有的甚至还唱上了仗歌 我真的非常无语 我更痛恨那些所谓的专家 现在一个个都跟着 说上个月截然不同的话 并且大言不惨 一脸震惊 尤其是某个混蛋 连口罩都开始戴言了 你特么就那么缺钱吗 不带货你会死呀 而那些领导防疫的专家 更是屁话联听 便脸比川剧演员都滑腾 在这个官僚体制下 医疗是意料之外 必会崩的 外地外卖崩了 大量的小哥赶了 没劲啊 他怎么去跑单呢 而这个国家似乎 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补贴 或者其他的关注 现在新冠防控政策下 任何人 无论他身处高位 还是社会的低层 都无法避免感染 区别大致集中于感染后 医疗资源充足 还是不足 基本痊愈后 能够充分休养 还是无法得到休养 就得去赚钱吃饭 本来这些事 外国做得很好 可是我们这里 把大把的资源都浪费了 很多地方政府 都在负债累累 根本拿不出钱 来国外学习 很多人天真的认为 这一波过后 就万事大吉 大错特错 这只是第一波 这一波里 医护外卖 快递的小哥是代价 接下来 重症会不会成为代价 不要说不会有重症 那样说话 全是脑子进了水 重症一定会有的 只是数量的多少问题 现在少 是因为才刚刚开始赶了 还没有发展到重症 重症数量是一定会增加的 只是要看各地的准备情况了 所以说 现在情况有人觉得很糟了 其实才刚刚开始 北京广州这些地方 毕竟是医疗资源不错的地方 接下来 那些不发达的地区 会出现大面积的感染 那才是真正的考虑 我相信大部分地区都没做好准备 现在有北京广州的经验 他们会行动起来吗 我不抱乐观的态度 以上是北京教授私信的内容 应该说的很客观 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真实想法 下面我们再听听两个国内网友的对话 一个是王先生 一个是李先生 王先生说 中国现在疫情清零政策 用行政手段治理病毒 就像用高速炮打蚊子 根本行不通 有人说制定这种政策的人 非蠢即坏 你说他到底是蠢呢 还是坏呢 李先生说 应该说又蠢又坏吧 说他蠢 是因为认知水平太低 你看他们这些年 实施的这些政策 一个比一个蠢 逐渐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断送干净 一步步把整个中国带进了危机 就拿这次疫情防控来说 世界各国都认为 奥米克隆症状轻 可以让社会建立起群体免疫 就慢慢放开了 唯独中国非要清零 一旦再有更大的病毒传播时 一个没有群体免疫力的社会 肯定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次清零的代价 是自己把自己的经济给整垮了 真是得不偿失啊 说他坏 起初老百姓还真以为啊 秦宁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 后来世界都放开了 连最封闭的北朝鲜也放开了 为什么唯独中国还在那里拼命的封控呢 通过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几万人不戴口罩 在那里狂欢 人们终于明白 他们是借着是病毒的机会 对中国老百姓进行管控 把中国变成北朝鲜 用大数据监控老百姓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心 用健康马的方式 实践地区的封锁 用防昌的方式 来预演集中营的管制 他们认为 只要这一切试炼成功 就能像金正恩一样 对整个中国为所欲为 所以他们不是怕病毒早尔结束 而是害怕病毒啊 太早的收兵了 他们要抓紧时间 以病毒为借口 赶快完善 对老百姓的监控系统的建立 如果病毒结束了 他们就没有理由 这样大张旗鼓的建设监控系统了 他们实际上在与病毒赛跑 王先生说 你看北朝鲜和南朝鲜 本是一个国家同意民主 由于制度不同 南北朝鲜的老百姓 就过上了天狼之别的生活 他们要把中国变成北朝鲜 就不怕招报应 招天谴了 李先生说 金家王朝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要是金家统治被推翻 那整个世界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金家人什么时候怕过天谴呢 对于独裁者来说 眼里只要个人利益 这个世界一切都要围绕他来赚 只要他个人统治在 整个世界毁灭都在所不惜 看看所有专制集权下 统治者 独裁者们 他们都是这样 为了个人的利益 和小集团的利益 为了个人的权利 不惜拿整个国家做垫背 拿全国人民做炮灰 金正恩 习特勒 斯大林 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 都是这样 过去人们还以为 他反腐败是为了救国救党 反完腐败就会建立民主政治 现在才知道 他是借反腐败 清除义气 实现自己独裁的皇帝梦 王先生说 习这个人真让人想不通 他明明经历过文革 眼见整个国家 包括他父母 都被文革祸害 但他仍然崇拜老毛 想做老毛第二 站在天安门上 一挥手就有万能高呼万岁 你说他有可能实现 这个理想吗 李先生说 不可能 他现在急于想把中国变成北朝鲜 是基于他个人的野心 他想以金正恩为榜样 让自己成为变相的皇帝 还出于他的恐惧感 他输了那么多敌人 害怕一旦失去权力 自己会身败敏烈 所以他不顾一切 实现终身制 他只顾自己的身家安全 不管身后 洪水滔天 可是现在的中国 也不是当年 也不是现在的北朝鲜 他这样做 不仅会把自己 坠入深渊 还会把整个中华民族 带入灾难 就像一个司机 带着全车人 拼命往江里开一样 王先生问 会给中国带来 怎样的灾难呢 李先生说 还记得三年大饥荒 饿死四千万人吗 当时说是自然灾害 现在查一下 当年的天气 水文资料 根本没什么自然灾害 全是冷户 是政府把老百姓的粮食 都收缴 资源非洲去了 陈明想出去要饭 被民兵拦在路口 最终只能饿死路边 事隔几十年 这样荒诞的管控措施 竟然又重新开眼 现在的中国 看起来还很强大 但实际上 底子早就掏空了 灾难已在路上 现在老百姓的情绪 就像刚才一样 您不是已经看到 白纸 南起的 大火吗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